字幕志愿者 曼潘 字幕志愿者 曼潘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體壇一周爸 我是簡易嘉 我是陳熊薇 又到了每週五 跟大家一起透過大影文創 和ELEVEN'S BORE 一起來聊聊一周國內外體壇大事的時間了 沒有錯 好 今天一開始呢 我是要先來問問熊薇哥 據說呢 很多人跟我打小報告上上禮拜 诶 我好久没看到你了 诶 对啊 诶 熊威哥跟我们代班主持 泱泱一起主持的时候 诶 神情特别不一样 特别开心啊 怎么会呢 我觉得就是世人对我的误解 但我想你这一集 今天可能就大家要体谅一下 熊威哥的神情可能又不太一样了 我这么久才看到简易嘉 你看我今天也是神情 也是很好很开心啊 没有 你跟语气真的是有一点低落 没有 我哪有低落 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世人 好啦 你不要这样子 世人对我的误解 而且他一开始 靠着他都是让他做开场的这个关系 转移话题 还没有在讲很忙嘛 常常要请人家代班嘛 没有没有 也才两次而已 好啦 我是让你如果有机会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美女 很开心吧 对不对 不会啦 不会啦 我们大家都还是知道 赢家还是女神啊 是比较好的啦 你看语无人次了吧 讲不出话来了 我们可以赶快进今天的主题了嘛 好啦 今天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国内篮球赛事 ABL赛事呢 如何如何进行当中 那么我们台湾的球队 保导梦想家在7号主场迎战的是泰国的球队 对 哇 其实他们第一节打得蛮不错的哦 对 其实这个保导梦想家 今年这个陈军啊 当然这个整个陈军的故事 包括他们的这个一起集资创办这几位 包括黑人陈建州啊 张成忠等人啊 大家几个应该四五个人一起想要实现 合力创这个球队 对 想要实现这个梦想 从一开始呢就希望带给台湾的篮坛 或者是给这些或许在SBL这些主流比较没有空间的这些本土的球员 当然这些因缘机会等等的不管 那他们有一个可以继续维持打篮球的一个心愿 对 有一个发挥的舞台 那当然这个对比上一个赛季的ABL 说真的这个梦想家的成立 我想不管各个面向我们都是要给予很大的一个肯定 因为你只要想要你要面对的对手 不是国内所熟悉的这一些 平常你打篮球 不管你的HBL啊 这个UBA等等时期 你打篮球的这些国内的选手 你甚至是要大量面对东南亚 他们还会有请很多的一个洋将来打 在SBL你打一队可能面对一个洋将 但是那边都要面对2.5个起跳 好多个洋将 2.5个起跳的 他们现在甚至规定开始放宽了 像这一次这个先前越南西贡热火队 甚至有很多本身就有美籍血统的 那他们在身份上就更没有问题了 所以几乎五个先发一打仗来看 通通都是洋将 都是洋将 你每个都面对洋将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刚刚这个剪辑家提到的是 对泰国的那一场 那因为我们这个主场的赛事 就是会周末会连续举办两场 那这个对泰国这场是第二天的一个赛程 我们在讨论莫诺家这场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说这一些 台湾的这些莫诺家的球员们 表现是非常出色 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ABL东南亚职业篮球联赛 1月7号报道 莫想家与主场 之浪化体育馆出战泰国 莫诺吸血鬼队 现场聚集超过4000位粉丝 让球员们都超级兴奋 首阶莫想家本土球员 陈运翰在单捷12分的演出下 取得25比24的领先 前场对上越南西贡热火 三分火力全开的吴松卫 延续手感 外线石头四重 拿下了16分 离家镜则以八成的命中率 攻得8分 而拿下全队最高18分的 一手大学老队友陈运翰 也是功臣之一 另外泰国主控Brickman 传出球季最高的16次助攻 神射手The Mark 砍尽了21分 而谢谢鬼羊将的Gara 这场赛事处女兽 表现相当优异 不仅身高高达了229公分 就连分数也是全队最高 合计功效的22分8篮板 可谓是球队的超级新秀 然而泰国在第二节的防守奏效 将比分拉开 梦想家也立保主场优势 靠着观众的呐喊支持 全力冲刺 可惜未能压过对手的强悍攻势 中场梦想家以84给104 苦吞主场的第四败 虽然没能保住主场优势 但梦想家也在这次的赛事中 吸取不少经验 1月27号到28号将进行 本季第五六场逐场比赛 喜欢他们的球迷 赶快到真哈体育馆 帮他们加油 好 这场比赛呢 虽然最后还是不敌泰国 但是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像是陈玉翰还有吴松卫 他们两个人合力就攻下了37分 对 我觉得这就是梦想家的 他的精神所在 你不是说虽然洋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因为这个相关资源的一个关系 这个能够请到的洋将 包括先前合不合用 也做了一个更换 但实际上我们就只能够有两个洋将 因为我们先前原本有一个所谓的 第三个所谓亚洲的外援 这个也是比较不强 他就受伤 所以还没有开打 开击才一场还是什么 就没办法再打了 所以基本上你的战力 你要面对东南亚这些其他的球队 他们要是没有伤兵的问题 他们要是洋将都可以请到的话 我们的本土球员的表现怎么进步 就是很大的一个关键 那上个星期的这个主场的这个比赛 我们这样看下去 真的就像刚刚你提的 尤其是吴松卫 他其实是在礼拜六那场比赛 他也写下了本土的这个记录 而且他本身是一个 原本已经要离开篮球舞台的 这个他跟陈运翰都是一手大学的 那他那个时候原本自己对我讲说 他知道如果他参加SBL的选秀 他可能他的定位 还有他的这个强度等等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好的一个发挥 他甚至就离开这个舞台 那因为梦想家的机会 他又有可以发挥的空间 那边那种心里面都一定是很爱篮球的 那你看到他这样一打 其实你看到他可以在对方这么多洋将情况下 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三分的外线很好的射手 这样一投就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们比较可惜就是 虽然这次包括彰化的这个县政府的这些帮忙 大家都是希望可以炒热这个气氛 因为彰化过去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以他们为属地的这个篮球队 那有这个机会的话 相关推动其实票房上的确有呈现出来 也还蛮热闹的 相关的活动都很多 行销也做得不错 但就是希望主场毕竟可不可以什么时候赶快先赢一场球 对啦 还是因为希望赢球 酬胜开张 那上礼拜就比较可惜 因为我要是没记得那个礼拜对西贡热火 今年梦想加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胜在客场取的就是对西贡热火 那那场照理说就是 相对实际上来说是很有机会取胜 可惜就是慢热 因为那如果有看比赛的话 第一节 后面才打开来 一开始就是连续的被对方攻击 所以你一路在后面追 这就很可惜 那所以这也是他们要再进步的地方 没错 但是其实这些年薪球员也表现相当不错 也是有值得期待的地方 所以呢1月27、28号 他们还会回到主场彰化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场 如果没有办法进场就锁定11th World的转播 没有错 好关心完这个其他的赛事 我们要关心的就是NBA美国直篮的比赛 首先要关心的就是火箭队上破荒者的赛事 火箭在一哥James Harden确诊的情况之下 后卫克里斯波跳出来挺身而出 当然因为 你看刚刚一开始他在吐槽 你看没有柯里的这个东西 他就知道你看多么样的严肃 只好正经的讲火箭 我们就来看NBA 火箭队在James Harden不在的情况下 我们好像很少播到国王的情况 你对国王一样对着 太阳太阳太阳 我还在想说你什么时候变国王队 太阳太阳 太阳队不是已经 我看到你就像国王一样尊敬啊 我在电视上或者网上都已经不止一次的公开跟他讲 太阳队就暂时先遗忘了 遗忘了 想说好像很久都没有看到国王太阳的消息 那还是蛮漫长 好期待一下 不过我们要看的是火箭 对啦 Chris Paul他本来 他本来就是在任何一个球队 他就是要 或者就是一哥的这种地位 他先前在快艇队 这就本来在之前黄峰 他到哪里他就是 他就是要拿顶心的一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有主城跟Harden最强的后场 你就是要有一点双保险 那当然一开始Chris Paul也是有一点伤病的困扰 但回来 好你讲的这一场 是不是就证明了他的确还是有当领头羊的这个功力 就是Harden不在他也跳出来接管标分的任务 那现在就至少你看在今年赛季 Harden在 然后呢 Chris Paul要是也在的话 现在这个火箭的战机是不是就戏曲第二吗 对啊 还是输你的Curry 这样可以吧 你就是得罪了火箭你嘛 对不对 没有啦 火箭这是表现真的还不错 只是输勇士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是有影片嘛 对不对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场火箭和拓荒者的比赛 在James Harden 因伤缺症的情况之下 1月11号火箭队在主场迎战拓荒者 Chris Paul扛起了球队的胜负 然而CP3可不是浪得虚名 一开赛就给对方下马威 Chris Paul 连头带罚拿下了4分 以25比19领先 即使上半场的拉锯小火箭队仍以55比45领先 而下半场分差也一直保持在10分上下 直到中场前的关键时刻 Chris Paul爆发啦 在最后的105秒独坎9分 强势又精彩的表现 让火箭队在家门口有惊无闲地拿下一场胜利 不过最令大家高兴的就是CP3破了个人的记录 他总计投29中13攻下了37分 较出本季最高分 另外还抓下了7个篮板传出11个助攻 个人生涯来到了16000分 以及8000次助攻的里程碑 成为联盟第9人 队友Eric Gordon也替球队贡献了30分 两人携手带领火箭121比112 击退了拓荒者 但对火箭更棒的消息 就是大胡子James Harden下周渴望归队 令人期待他与CP3还会擦出那些精彩火花 而原来想吃少了Harden 全力抢下本季遭遇火箭首胜的拓荒者 以双位表现最佳 Willard29分8助攻5篮板 McColin又24分 Turner18分 但碰上CP3发威 也只能自认倒霉 好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小保罗Chris Paul 他个人生涯得分来到16000分 8000次的助攻里程碑 成为联盟第9人 是相当不容易的记录 对 其实刚刚就已经提到 那其实火箭在今年赛界 我相信组合了这个阵容 就是想要冲击冠军嘛 但是他在西区目前的这个战绩 当然我想到最后最大 是蛮看好的啦 这个最后可能 还是有机会啦 西决就是跟勇士队来决一死战 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你看看就是拭目以待 那前提就是 刚刚有提到嘛 哈登就快要归队了嘛 就看这个双位如果同时都在的时候 是不是又可以继续维持这样战绩上的高档 不过刚刚一家有提到 克里斯珀的里程碑 其实在这个星期这几天 也有一个里程碑 Kevin Durant 他拿到这个 史上第二年轻的 2万分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这些球员真的都是 能够有这么年轻 就有这样的一个好表现 那像克里斯珀也是从年轻 就一直稳定的一个演出 所以都可以达到这一些过去 大家可能想说 哇 这么多 很伟大的记录 这么多数的一个数字 这个都是非常难得 不过讲到这数字可能 LeBron James最近会比较难过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两场比赛 也写下他的个人记录 他过去不管在哪一队 他一个人 不管他那个球队再怎么样的不好 在骑士队也好 在热火队也好 他从来没有连续两场比赛 输给人家超过28分起跳 对 结果他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他就连续两场 我们已经透过网路 都可以看到LeBron James已经快俩功了 真的 因为面子挂不住 可是你这个 所以就有传闻说 他现在打了15年 是不是也要这个退休了这样子 退休 还有人对 也太快了吧 但LeBron James说他不可能的 不可能啊 他这个体能怪物 他绝对不可能 可是这个就暴露出来 骑士队今年不稳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虽然也是主团 其实从今年一开季 就有一些很多问题出战 可是感觉就是 先巴跟替补的这个落差 还是太大 磨合的问题 但已经影片上看到LeBron在抓狂了 那明天的那个比赛更夸张 就是不是更夸张 就如果他再要是这种大比分数的话 那你会看到LeBron James 怎么样在场上亲自下指导棋呢 因为已经看到了 他就是地下总教练 明天啊 就是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礼拜五 那1月13号星期六早上8点钟 刚好Eleven Sport就会选拨这场骑士队6码的比赛 那这样子观众朋友想要看这个 看LeBron James发飙 发飙 是他可以发飙 还是他这个球队继续沉沦 这个就很有卖点哦 没错 你真的很少印象中 没看到LeBron James对着队友这么生气 对啊 他其实脾气算还不错球场上 你脾气也不错啊 谢谢你啊 还不错 OK啦 谢谢你 继续保持啦 我根本没有吧 我只是说你像上礼拜神情跟今天不太一样而已 我一直都很好 我很有精神啊 大家不要误会啊 好啦 所以看NBSS锁定Eleven Sport就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到这个话题 可能会让沈威哥又有点失落 因为既上次华船队猛男来之后 今天又来了一位帅哥 哎呦 这个我真的觉得一个 你是不是 我是真的觉得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 制作人的取向 还是觉得还占了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其实是制作人的私心啦 对啊 对啊 都想要请帅哥来到现场 我就觉得你们一定感情比较好嘛 专找帅哥来 没错 我就私底下偷偷塞给制作人一些红包 那你要不要先记到这个帅 那你就是没有塞红包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题目是 马上要在台湾举办的WTA WTA台湾公开赛 那是台湾正式受到国际网总认可 所举办最高等级的赛事 对 所以马上啊 1月27号要开打 就要来举办了 那今年呢 我们看过新闻都已经外卡邀请的选手啊 还有呢 先前来参赛选手都是 卡丝阵容强大 卡丝很强大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来宾人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网球 来一起来分享 那因为是帅哥嘛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总一家 让我们一起热烈掌声 欢迎推广大使毛弟 毛慧彬 欢迎 哇真的是有热烈的掌声 有没有 帅哥出场才有这样子的待遇 而且他的音调 你看马上就升高了 那你们两个慢慢聊 我先走了 好不走 慢走不了 好 我给你看 没有来开玩笑了 还是需要你的 我就出镜给你看 需要你需要你 真的不见了 你干嘛 毛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加油 好 你叫 推广大使对不对 对对 我叫我们慧彬 我是迷你网球协会的推广大使 欢迎 迷你网球协会 非常年轻的算 你看我们的简易家害羞成这个样子 雄威哥 雨量马上又落寞了 我没有落寞啊 你不要这样子 我们要开心聊网球 这是一个台湾很大的盛事 对 可是你要误会 我是要先帮大家解惑 因为包括我刚刚第一次见到毛弟的时候 我们就也是那么 哇 哪来的外国人 结果 对啊 开口给我落中文 还是落标准的台湾腔的中文 真的 你一定会好奇 你是混血儿吗 对对对 我爸是美国人 我妈是台湾人 哦 爸爸是美国人 妈妈是台湾人 那个制作人 卫生纸借一下 简易家要擦 台美混血 简易家要擦口水 谢谢 虽然他有一点 不是我刚刚在化妆 你吃了 化妆间就擦过了 已经擦了 已经有一点年纪了 一定节目上不好看 已经有一点年纪了 就稍微矜持一下 好不好 镇定 姐姐会再矜持 不要吓到人家毛底 好不好 不会啦 他看起来 蛮震惊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就是都是在台湾吗 因为你说你爸爸是美国人 对 然后九岁之后 我就一直住台湾 住了13年了 那会后悔吗 不会 我超爱台湾 真的啊 真的啊 那我不知道 要不能免俗 既然这么小就住在台湾 然后 那你在台湾吃东西 都还习惯吗 就超爱 就是 我来这边好像一个月就吃了很多台湾的当地的小吃 包括那种臭豆腐那些 我都吃过 你都吃啊 你喜欢吃麻辣的还是喜欢吃一般用炸的 麻辣的 麻辣的 对 这个跟大家 我必须说真的 有分有分 大家会觉得我们老是喜欢问外国人这问题 可是因为真的就是刻板的印象 我们平常大部分访问到球员是什么 对那个是 禁械不明 然后 避之唯恐不及就算了 然后你讲到辣 外国人其实我说真的 比较我的感觉印象到辣 比较不迟 他通通都可以 那这根本就是 那九岁就是在台湾 对根本就是台湾人 台湾人嘛 对 不要被他的外表变 那就不用那么客气 讲台语也可以 这样子知道吗 说台语也可以 一张网 你就比较勉强 我会较 我会较 讲WTA 我们这就是要讲 基本上这个既然是要推广 因为 刚刚他有跟我透露 他其实 包括在从事网球推广相当运动 然后每次在台湾办比赛 或者甚至还到国外这些比赛 都还会担任 对打的这些 陪恋员 陪恋员 所以这个 你就可以谈一谈 就是你对于网球的一个想法好了 你在那看 对于马上要办 台湾可以办到 WTA 250整级这个赛事 蛮顶级的赛事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因为 台湾真的很少有这样的大型赛事 而且那个阵容很夸张 今年比去年好 就每年都很好 先前已经每年大概都会压一个 蛮大的一个 大咖 大咖 有一点是大威廉师 大威廉师 然后再来是上一期 应该是Hanchukova 应该是Hanchukova来过一次 对 那个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女角 那有一点年次 美女的喜欢 快退了 已经退了 已经退了 不过那一次受伤 他只是打第一轮 没打完就结束 但这一次 卡斯越推越好 所以你要告诉大家 觉得今年的卡斯 有金利布修尔的 就非常有名的 世界排名 曾经最高有到前五 他是刚拿到外卡的 对刚拿到外卡的 然后包括说我们今年 我们 其实我们会内赛 全部都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顺手 然后前50来 大概快10位左右吧 大家都这么喜欢来 所以这个代表这个 好像我们可以邀请到 我们这边主办的品质能力 都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的肯定 然后球员来也很喜欢 那又可以比赛 为什么何乐部 借游赛是让世界看见台湾 借游先生 那你有特别喜欢哪一个 我都蛮喜欢的 你就是官方回答 诶 我教的 因为我也官方 就是都官方回答 你没有特别 像我就会很明白地告诉大家 当年就Hanchukova 我比较有印象 我喜欢Sharepova 我早期就是比较就是格拉夫 就是这样子 可能你还没有感受到那个 我特别喜欢一位是那个 应该说两位 我先讲第一位 第一位是那个Samantha Stoser 这次也会来啊 这次也会来啊 澳洲网球一姐 我从以前就蛮喜欢她的 她的打法跟一些东西 然后她很厉害一点 是她的手臂特别壮 她手臂大概是我的快两倍吧 两倍啊 快两倍 所以你是喜欢壮 壮壮一点 那你应该喜欢Selina才对啊 我觉得她很厉害 还有人比Selina更壮的吗 小薇怎么样 而且我是同国 美国人 照理说 如果你依照这个标准 小薇应该是三倍吧 不 就刚好因为那次 我是2017年 我当台湾公安赛陪打 就我跟她陪打到 结果我就很好奇 我就问她说 你那个手臂怎么练得那么壮 哎呦你怎么这么直接问人家这个高手 问女生这个问题 其实我 到底就是请一下你那个手 怎么这么壮 对怎么练得这么壮 这样子 这样子好吧 就是我很想要请教一下 网球选手之间 对因为我平常有在健身 我就想问她怎么练成 那她怎么练 然后她给了一个 那我觉得 有点难过的回答 她说 天生吗 对她几乎没什么练 那个她就 不知道为什么就长那样 天生就长那样 对对对 然后很好笑 那时候她的爸爸在旁边 你看她爸爸有来 就那个她爸爸就说 那不是我传的基因 不是遗传的 不是她爸吗 她爸比较小一点 那可能隔代遗传 有可能 隔代呢 但我还是比较 但她代表她这个人还蛮不错的 她人很亲切 而且你真的遇到那种 她比较小气 你没有想到她稍微重一点 她就跟你翻脸 她还跟你讲说 我没有练啊 你看 是这样吗 对 就像熊威哥 她常常这样子的罪人 我之前不好意思 我有时候只是想到什么 我就问什么 对啊 反正既然来了就问嘛 对对对 然后另外我很喜欢的是 那个 Alina Cervitolina 就是我们现在 这赛事的第一种子 排名世界全上的 也是会来啊 对也是要来的 就是去年的冠冠 对对对 就是很强的 你是客套化吗 你是特别立刻 就是都挑来的 然后说我很喜欢的 不是就刚好 你不喜欢萨拉波吧 你不喜欢 不喜欢吗 对啊 Selina Williams 因为她不来的 其实都蛮喜欢 只是她们不来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其实也是蛮喜欢的啦 因为我之前说 以前网球 从入行开始 那个时候萨拉波啊 15岁 大概15 开始打 大家就啊 真的好姿色 在台湾也是这样 到了新加坡也是这样 大家每一个萨拉波啊 然后就啊 尖叫声不断 然后我就 我就不明白 我就不太明白 就是 到现在都还是萨拉波吧 对 到现在还是 宜嘉姐是萨拉波的迷 你是萨拉波的迷哦 我觉得女网 选手萨拉波吧 我最喜欢 最欣赏她的尖叫声 哈哈哈哈 原来是尖叫声 哦 没有啦 真的是满 很有魅力啊 对 不过因为我们说 没错 来宾来 我们还是让她讲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资料 所以今年的台湾公开赛 我们说 办比赛一定是每一届 要越办越好 因为经过了第一次 第二次 会越来越有经验 然后去做推广 那目的都是希望 所有的民众 你喜爱网球运动 大家可以踊跃来参与嘛 所以这一次是还有一些 特别的活动 特别 在这一边会做一个推广 这次非常酷 我们做了一个迷你网球场 迷你网球场 应该说做两面迷你网球场 多迷你 手上行 对 桌游 手游 还没发展到那个节目 还没有到那个 可能迷你人可能会 他多迷你呢 大概多大的大小 三尺 快四尺乘七尺 四尺乘七尺 对就是四尺宽 然后七尺场那样子 那其实没有很大 没有太大 也是蛮迷你的 那这样要怎么打 你说真的要在上面 是真的可以打 真的可以在上面打 那那个 那个球场就是 是用跟那个 网球比赛 那个场地的颜料 是差不多的 那其实主要就是 希望可以让 让人去 体验一下网球的乐趣 对 然后因为他可以 随时带着走 所以之后是想要到 这个南部 还可以随时带着走啊 你就整个球场打包 就可以带走了这样 对对对 所以不是 但你们这个推广 应该是有 有安排好了吧 就是不是 听你那样讲 很像就是这边 打一打警察来了 然后轟一轟 然后警察走了 就在 就在铺出 可以去讲 这么方便的这个概念啊 对啊 你们你在台湾那么熟 就很有趣啊 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 台湾共产赛执行长 就有一天在聊天 就他就说 哎 因为他常常会有 所以很奇怪的想法 他就说 他家里有一台胖卡车 想要拿来化妆一下 然后去中南部巡回 然后就想说怎么结合 巡回是有卖吃的吗 变餐车这样 对 就是想要去推广 他们的比赛 哦 所以就是你看 其实带走就可以去了 一台胖卡车 然后就可以带20个场地 这样子 然后去这样子铺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带迷你网球上 这个 我想过去对台湾 平常可能知道的 没有这样子的 说真的可能会决定比较嫌 但是我们就比较好奇 那那么迷你 这样怎么打呢 对啊 那所以是给年龄层 比较低的小朋友 其实就是给 像我们 就是用迷你网球的方式来打 就是球拍是比较小一点 好 球大一点 然后就是比较容易可以 就是初学者可以控制 所以它是设计给初学者 当然小朋友也是初学者 所以也是给小朋友 所以他没有年龄限制 他没有年龄限制 其实大人也是 大人也是 他就是有根据那个 Size做缩小 缩小 对 那球也一定比较小 球比较大其实 因为这样子 球是正常的球 比正常的球还要大一些 还要大一些 但是比较软 就有点像热热棒球 有点像那样 对 那真的是比较可惜 像我们就比较没有接 因为这算是蛮特别的 对 那如果我们接触到 这现场他就一扑 我们这边就可以 就可以玩了 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他现在那个球 我放在那个 市政府对面的A7 Commune那边 CommuneA7 然后 台湾光菜期间 对 台湾光菜期间 会放到那个 台湾光菜的场馆 那里 场地那边 所以任何人想去都可以玩 所以在到时候 台湾公开赛举办期间 大家 民众有兴趣 都可以去那边体验 对 不过那个比赛的地点 要体验的是 和平篮球馆 对 那并不是在 大家以前想的小巨蛋 但其实 这个 这是当然另外一回事 不过这个 那个地方本来也是 就是可以 要规划 最初就是要打网球的 所以是一个 也是蛮适合办比赛的 一个场地 对 好 那我现在就要问 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嗯 因为你刚刚讲到Busha Busha其实是 以Sharapova之后 这段这几年来算是 因为外形的关系 我们就讲白 现实一点 甜美的外形 你的外形好 本来就是加分 女生就是看帅哥啊 男生就是看美女 这个很正常 这个没有办法 没话说 虽然成绩很重要 一定是很重要 所以你要像Sharapova那样子 外貌实力简举 你就是 加分 对 你那个就是 没有话说 你就是大明星 没错 那Busha应该算是 这个近期来说好 近期来的 不过他成绩还是 好像有一点小后退 他就是2014年出来之后 他拿了那个 温布顿的亚军 然后连续打到那种 没奥王没王 那些前 好像是强战宝 没错 但是在那中 因为很popular 很受欢迎 然后接了很多的代言之类的 还要跟网友约会 对 对 对 所以稍稍影响到的成绩吗 然后真的我想 他们那个功夫绝对是够深 但我其实提这个点就是因为 四张外塔 现在这才是第一张 代表还有三张外塔 不然主办单位去邀请 邀请的到 或者是 那我就会说 如果以私心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希望邀请 你会有没有特别希望想要邀请 因为 你刚刚点的两个人 都已经来了 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也太客套了 我运气比较好一点 哦 这么赚啊 还有还有什么希望想要 那你私心有没有希望可以再邀请到什么样的卡斯夏女王 你可以再推荐给球迷朋友 其实我很喜欢那个Caroline Garcia 就是他去年有来 但是今年好像还没有报名 好像不知道会不会来 我很希望他可以来 因为他自从上次打我们台湾共产赛之后呢 他就排名就一直往上 他去年年底的时候 再拿了三个那个 就是来到台湾之后 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神的带着 没错 不是只有棒球才通用 网球旅台也是 对对 就蛮有趣的 就是来台湾打台湾共产赛之后 那一年的赛 曾经一路往上升 包括有一个叫Ontavier的 他从好像四排多 然后现在到排名九十 哦 摆名内啊 那已经是一年内的话 这已经是做直升机上面的这种速度 对对对对 所以你该不会要记得说 因为他来的时候 你有跟他陪打的 有有有 你有陪练啊 所以搞了半天 还是因为有陪练 有对打到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蛮喜欢他 因为从以前就蛮喜欢 你每一个都很喜欢 你是怎么这样 官方说吧 但我是比较好 我一直在等他都不会讲到 他都对 花痴嘛 他都对Shapova都没有兴趣 对啊 他 我先前遇到十个十二个都跟我说 都跟我说Shapova 以前我也是 哦你以前也是 那后来怎么了 后来就 然后他接触到更多女王 认识到更多 不一样 那你会希望有特别想到谁来吗 特别想到谁来 我当然希望看到 你Shapo吧 对不对 突然间丢问题 Serena Williams 小薇来 小薇来 人家 必须要花多少钱啊 男年奥网都暂时退出 他才刚当妈妈 你也让他学习一下好不好 对啊 那人家 希望 真的想到现场看到他 他那种爆发力 实在是 妹妹没有姐姐来过都不行 你很挑 我想要看妹妹来过 毕竟妹妹知道了 这个就是这个今年WTA的一个话题 没错 所以这个 我想说不管怎么样就是 我像依照毛地盈 你看大家会很难想像一个 根本外形就是外国人 但其实他对于网球运动是还蛮热爱的 超爱 我想知道你知道 台湾这一次 台湾这一次有没有比较特别受到瞩目的选手来参赞 我觉得都蛮受瞩目的 就但像今天公开的吧 那个Eugenie Bouchard 我觉得 我看了一下那个粉丝也公开的时候 一堆人留言 就整个刷爆 对 但他 因为他讲的那个台湾 其实现在就是确定是李亚轩会参赞 但其他的就还是在看他的答案都希望都可以参加 这样可以吗 对啊 希望都可以 你都专门问这么尴尬的问题 没有 我是说 有没有比较瞩目的李亚轩 那你以为他希望台湾哪一个 我希望他们都可以来打 不过我真的希望 因为难得在台湾有这么大的一个比赛 你也是想挖洞给人家跳 我没有挖洞给人家跳 讲哪一个都不对 你讲就是 你讲说你特别会吃鞋 今天有时候那两位好像有可能都会参赞 都会有可能 对 对 那你有没有希望哪一个 台湾难得有这么大的 不要回答他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不回答啊 不好意思 不是啊 他是网球专家的这个角度 我问他合理推估 那这样 那如果史特斯特对这样的这个 去年的那个冠军你都很喜欢 然后他们决赛对决了 那你要支持谁 没成立啊 你心里会希望谁拿冠军 这就是很简单 这运动本来就是啊 有输有云啊 私心希望 你看你问我我每次都有答啊 我都会说啊 没息啊 对不对 对啊 我就是说太阳啊 对啊 你这个主安营是蛮强的 我只是永远赢不了 哈哈哈 有吗 有吗 希望台湾选都可以赢 哈哈哈 都在讲别人 不过最后一点时间啦 因为时间快到了 我没问他 有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 就是在观看网球的时候 如果要去 一般可能不知道 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国际的礼仪啦 这个你觉得可以 趁着今天我们请毛蒂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基本上呢 就是你观看网球的时候 就是 球员还在对打的时候 尽量不要出太多的声音 嗯 然后就是 还没有换边的时候 不要突然进场 对 但是另外就是 因为台湾的球迷 在网球里面 好像有点 太过于沉默 就是一分打完之后 大家 掌 其实你只要打完得到分数 有好的表现 对对对 尽量欢呼 尽量欢呼 你是可以crazy的 你可以尽量欢呼 我们看到很多比赛都是掌声 哇 拍很久了 拍不停的 对 拍到那个主持人会说 滑 对对对 会高度要发球 我们希望台湾的观众 也可以像这样 就是很疯狂很热血的 在拍手 就像高尔夫球一样 这种国际比较 都还是有一定的规矩 那我们 你要热情欢呼的时候 绝对会让你热情欢呼 只是选手正在比赛的时候 包括你拍照 你要是闪光灯 你都 都会影响到球员 因为我们才刚拨完卡达嘛 就不止一次这样发球的时候 他就马上跟 就是 对 他被影响 其实你就会觉得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那一闪 其实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下 会真的会有影响 都会影响到选手 所以这就是一些基本的礼仪 对 所以如果大家在 1月27号开打的 台湾网球公开赛 要去观赛的时候 可以多多注意这些礼仪 我们也让更多国外的选手 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球迷 其实也很热情 然后也很懂得这些礼仪的 而且因为真的是 而且你就算是 不是说只看女选手 你到现场还可以看到毛笔 对 所以女性球迷 都会在现场的对 都会在 因为他要对打 哦 陪练 他要陪 陪你可以打 没有 他就是我们这次推广大事 今年做的球童训练 哦 球童 在旁边捡球 那些球童 他真的还蛮忙碌的 训练球童 对 OK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对对对 今天非常谢谢毛笔 来过我们聊聊网球 对 好 我们体长一周半的下周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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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